世界无穷大,歧视天天有,很多相信传统的国人都知道梦河汤这一说 意思就是转世的时候喝了这个汤就会忘记过去 大家好,我是顾尹琼博士 今天看见一个视频 四川有一个五岁的男孩说自己以前参加过战争 也就是上一辈子是一个战士 慢慢长大的过程中小孩子不断回忆过去 讲述如何打仗,如何排兵布阵的情景 炸药爆破的范围,军服的尖章 在军事博物馆里甚至对武器的了解超过了解说源 甚至他能够找到上一辈子那个战士的照片 我觉得如果家长没有在边上进行诱导性教育的话 小孩子能有这样的知识的确需要科学院大力研究 美国以前也有这样的小孩 后来说长大了就慢慢忘记了 但就我个人而言 我还是挺喜欢孟婆汤这种说法 毕竟只要还有机会重新来 每个人估计都会很开心 对面 好